当然就是利用5函数 切前刮糊后刮糊 然后再用密的函数切 当然未来你想说 老师那我不要这么复杂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也可以啊 我也可以过日子啊 你可以这样最后 比如说最后结果是这样 你可以把这几个栏位隐藏起来 可不可以 反正其实最重要 反正你就把结果做出来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最后可以把这一串 怎么做出来 最好也可以把它试做看看 如果实在上课的时候做不出来 没关系回家找个时间 把它做一下 第二个的话我们要把VBA给做出来 因为你会发现像这样的方式 其实还是很琐碎 而且发掉很多时间 那如果每天 虽然已经比凸发链钢还要快了 但是如果你跟VBA比起来 这些感觉也很像在凸发链钢 因为为什么用VBA这样按下去 它就结束了 对不对 然后按下去又可以重来了 对不对 那当然如果你要用制定函数的话 那一样嘛 你可以这边产生一个刮胡字串函数 那给它一个资料 它给你一个什么 一个最后的结果 这样就好了 什么事也没做嘛 你只要会使用那个函数 你大概就有这个能力了 那只是说一般你的工作里面 是没有这些函数 那谁要去帮你定出来呢 对不对 如果说没有专门的人帮你做 那势必就是你自己要做了 而且很多工作 大概也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要做什么 那如果你透过叙述 比如说你跟别人讲 它也许可以帮你写 但是它也许还是没有你的熟悉 就是说你 它还是可能还是写出来的东西 还是跟你的认知有个落差 所以现在很多工作 找很多工程师帮你帮忙 但是你会发现 时程会拉得很长 比如说有些系统会找工程师帮你写 但是可能 当你要的可能是马上 但是它可能是几个月之后才给你答案 那落差太大 而且你每天眼前的就是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你不可能说 等着旁边有一个人去帮你完成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说 其实你可能自己慢慢要变成什么 变成工程师 如果你自己又有其他的know how 你又有工程师的背景 那不得了了 这种人最受欢迎 那其实也是你们做在下面的目的 你们现在学的东西 其实就是工程师学的 以前是这种东西只有工程师才会学 一般人不会学 所以你会发现开发人员 那这个时候的话 第一个 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话 怎么做 那你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反正这些东西跟上上礼拜 我们做的动作基本上都差不多 顶多会多一点点东西出来 那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从按钮 OK 那总共有四个按钮 哪一个最简单呢 其实应该清除应该最简单 OK 那清除的话 我上个礼拜讲过了 其实清除的话 上上礼拜讲过就是 如果你要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清空 那实际上这个一个一个都是一个 sales 一个储存格 OK 那一个储存格里面你可以等于空置串就好了 那只是说他重复做事 所以从第二列到第十列的B栏 所以你要怎么样写一个回圈 里面的话呢 告诉他说你的第二列的B栏丢一个空置串给他 那实际上就清空了嘛 所以他一直往下一直到最后 那就全部清空 所以程式的撰写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清除按右键 来看一下实际上编辑 这边可以编辑 或者是你从B栏业里面来看一下 基本上程式的撰写 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那怎么做 我想 第一个 应该还记得吧 第一个 如果你要产生这个B栏业的话 第一件事 开发人员刚刚讲过 然后Visual Basic 把这个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之后呢 第一件事 先加入一个模组 所以这个模组目前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假设 我把它先移除掉了 OK 然后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设这个按钮暂时不存在 一般是先写好程式 再来加按钮 那因为我为了先Demo给各位看 所以先加个按钮 那如果说我要产生一个清除的这个功能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的名称 就是 比如叫清除好了 根据那个上面的名称好了 那我们把那个清除两个字打上去 那特别注意 未来如果说你要对应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按钮的话 基本上都会用sub 所以这个是预设的 所以你按什么 上面一个插入程序 插入一个程序之后 这边打一个清除 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它就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sub 名称叫清除 结束的地方叫and sub 所以头跟尾它帮你产生 程式中间你要自己打 那基本上我们是会跑一个回圈 习惯上会先打一个for 那for告诉他说呢 我从i是指的是哪一列的一个变数 它会不断改变 从第二列一直到第十列 然后enter两下打一个nets 意思就是说我要从第二列一直到第十列 这个范围做什么 帮我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给清空 那这个地方的话你打一个sales 那表示什么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 第i列的 第几蓝呢 蓝的话你当然可以 这边有个colour index 你可以给2 两种叙数 一个是打2 一个是打b b的话前后一定要加双 因为它是个文字 不过我的习惯是我会打一个b 为什么 因为比较好理解 尤其是你蓝数比较后面的话 你用数字真的是不好算 那丢给它什么 后面的东西丢给前面 等于双引号 用这样来表示说 我要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清空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里面本来有一些资料的 假设 假设 假设我这边 因为那个 假设这边有一些资料 那你要清空的话呢 你就直接游标放中间 按个执行 OK 他就会帮我把这些资料一个清空 我用中断一下 直接执行的时候 这边先停一下 按F8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好 这个的时候呢 这一行结束的时候 它第二列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I现在是2 那NAS之后的话 I就变成3 所以3 执行这一行的话 就丢一个空字串到这边 然后会变成 那边的资料 有没有 这边的资料不见了 下一个NAS 有没有 所以你一直往下 那它会保到什么时候 会停掉呢 当这个I等于多少 等于10的 没有了 它就离开 跳到NASub 那就结束了 OK 所以它的运行是这样的 这个回圈主要是帮助我们 重复做一些事情 所以其实VPA充其量 它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了解回圈 这个回圈主要的目的就是 因为四算表里面 一定有哪一列到哪一列的范围 那它会帮你重复做 那未来当然会加上蓝 因为重向的 那横向如果有很多蓝 怎么办 也一样可以啊 也是用回圈的概念就可以了 那只是说呢 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是 这个10啊 2的话应该是固定的 可是10会增加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资料产生 那现在也许是第10列 可是未来如果有 更多列的话怎么办 那实际上 你可以把这个10这个 改成什么 改成用 自动去抓最下面一列的 这个方法 那要怎么样去抓最下面一列 这个东西怎么来 其实哦 你可以有一个方式 类似于 我游标放在A2 Ctrl向下 Ctrl鍵按住 向下 你会发现它会自动跳到哪里呢 Ctrl向下 它会停在第10列 那这个列 如果我可以知道的话 那我势必就是什么 可以把这个最后回来的东西 就是放10 那如果当然你将来 资料增加了 比如说又多了3列 那它的Ctrl向下 它就变13 也就是说呢 它会动态去增加或减少 那这个地方 如果在VBA的叙述里面该怎么写呢 其实哦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你可能又会需要多学一个物件 叫做Range 这个Range 实际上指的是范围 某一个范围 或者是某一个储存格 那我们这里哦 假设我 假设有点像我游标放A2的话 我习惯是Range 加一个A2 意思就是说 我的游标放在A2上面 点 1 1的话 这个地方有个End End有点像我按Ctrl键 Ctrl键呢 就是去知道这个范围的方向 上下左右的边界嘛 所以呢 那我就是直接用End 这个是一个属性 那你前刮弧之后 它会自动问你说 那你要的是哪个方向啊 那因为我刚刚是Ctrl向下 对不对 所以呢一样啦 你未来可以Ctrl向右 也可以知道最右边有几栏 Ctrl向上 最上面那一栏 那一列是哪一列的 向左 也许最前面那一栏是哪一栏 就是上下左右都可以 不过用的比较多的应该是这个 XL Done 这个是XL 不是SE 然后 然后一般用的第二栏 大概是XL to right 就是最右边总共有几栏 那我们这边是几列 后面的话呢 我们抓到什么呢 抓到 假如说我向下之后呢 希望知道 这个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的话 那我们可以什么 输入一个 诶 取得什么 回来的资料 那用我回来的资料希望知道什么 最下面那一的那个是什么 最下面一列的那个数字是多少 所以这个地方最后有一个什么 Row 这个Row值是什么 就是哪一列啊 OK 所以其实它是最后把哪一列的讯息怎么样 丢回来 放在这个储存这个位置 那当然相对的 因为最下面就是10 所以这个地方它回来就是10 那也就是2到10 它就跑到10就结束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顺便先讲一下有关那个 怎么样先把资料先清楚的部分 那多讲一个就是 如果你的资料 假如说最下面一列 不一定是固定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抓到 最下面一列到底是哪一列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了解一下清楚 那待会的话呢 等一下还有就是说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刚刚的逻辑 加到这边来 那有什么方式比较快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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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